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的就是娱乐圈的某些明星 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形象 实则却是乱耍流氓,家暴成性,令人大跌眼镜 然而,在娱乐圈里,这种奇葩乱象仅仅是冰山一角 以下这五位男明星皆是如此,表面是正人君子 背地里却干着流氓恶魔的勾当,令人不齿 一,于震家暴导致妻子流产 说起来,于震也算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 在电视机上经常看到他跟鬼子斗智斗勇的画面 不仅如此,他还是圈内有名的大孝子 尊敬长辈,口碑绝佳 得益于一张憨厚马脸的长相 于震经常出演一些正义感十足的大英雄角色 谁能想到,私下的他却是殴打妻子 致其流产的家暴男 当时,于震和方百尼因为拍戏意外结缘 在火线剧组,两人朝夕相处 无话不谈,很快便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本想将重心放在事业上 谁料方百尼的肚子意外中奖,两人只能奉子成婚 闪婚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没过多久,于震就把拳头伸向了挺着大肚子的方百尼 因为家暴行为,两人的感情很快就支离破碎 离婚后,方百尼也在微博上言辞激动地撕开了于震的真实面孔 据他描述,于震经常因为生活中的繁琐小事,冷暴力,家暴自己 这一次,因为意见不合,两个人又发生了严重争执 正在气头上的于震对方百尼大打出手 导致对方流产 一时间,于震在荧幕上积攒的好名声也受到影响 后来,于震又迎娶了甜美可人的心悦 对方比他小13岁 但两人的小日子看上去十分圆满 综艺节目上,于震携手心悦出镜 甜蜜互动无数,可谓是羡煞旁人 看到于震如今家庭美满的样子 想必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 二,于恩泰频频向女演员伸出弦猪手 前边这位还算说得过去 可后面这位属实是令人开眼了 于恩泰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便是《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 那才华横溢又文质彬彬的气息 叫观众直拍手叫好 别人都爱叫他吕秀才 实际上他真是为大秀才 他不仅曾在25岁时作为交换生 代表到英国留学 更在28岁时成功考上了博士 在别人眼中 于恩泰就是完美的结婚对象 疼爱老婆 体贴儿女 才华横溢 多才多艺 谁能想到 这位看似温润的高学历明星 竟然频频爆出开游女演员的新闻 面对突如其来的闲珠手 英彩儿被吓得花容失色 某次在活动现场 于恩泰还做出了要亲吻女主持人雪佛的动作 一把抱住雪佛的脑袋 好在对方及时躲开 在李可乐寻人际的活动现场 主持人在安排着活跃现场气氛 郁恩泰却做出不可描述的动作 令女演员王兰飞尴尬不已 后来王兰飞还发布了微博 提议职场女性要勇敢对性骚扰说不 疑似是在指代郁恩泰 很难想象 一个尚有妻儿的高学历男性 竟然会在公共场合对女明星做出这些事 如果是一次两次还算偶然 次数多了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三 蒋敬夫被乌拉龟女友声讨控制狂 当年的蒋敬夫也算是风透无限 被唐人公司当成了金字招牌力捧 平心而论 蒋敬夫的长相十分俊俏 换上一身古装更显得风流潇洒 是当之无愧的古装小生 出道极巅峰大好资源拿到手软更有流失失 胡歌为其作配 可惜他却因一己私欲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初蒋敬夫与唐人公司的经济纠纷官司可谓轰轰烈烈 其中的原因尚未得知 不过最终结果是以他的败诉告终 从天堂跌到地狱不过如此 蒋敬夫也迎来了自己的三年血藏之期 等到蒋敬夫重新归来 想要在娱乐圈大展拳脚之际 才发现这里的格局早已发生变化 走投无路的蒋敬夫只好跑到了日本留学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这里蒋敬夫又喜提家暴热搜 在这里蒋敬夫交往了一位日本女友 钟普悠花 某次钟普悠花在微博杂出铁证 声称自己遭到了蒋敬夫的家暴 国内吃瓜群众舆论纷纷 根本不相信蒋敬夫会是这样的人 最终还是蒋敬夫亲自下场道歉 毕竟是曾经真心相爱过的人 面对蒋敬夫的真诚道歉 对方决定不再追究 可没过多久蒋敬夫就有明知故犯 家暴了另一位乌拉圭女友 在这位当事人的叙述中 他似乎对蒋敬夫十分忌惮 他提到蒋敬夫是个十分有控制欲的人 不仅对他动手动脚 还多次减坏自己的银行卡 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日子 真的很像在监狱里边 据说这位女生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身体和精神疗养 才终于敢说出真相 接连遭到两任女友实锤 蒋敬夫的名声也一落千丈 风光不再 如今的他依靠在街边送外卖 开直播营生状况惨淡 相比于其他的艺人 刘周成登上热搜的概率极低 早年间 他还能伴随着至上力和的热度量亮相 也算是一位不温不火的胡咖 近两年 他算是彻底放飞自己 放眼望去 他的抖音全是这样拳打脚踢的照片 比如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有网友忍不住吐槽 大哥 你这样子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家暴男呢 当初 刘周成和林苗的新闻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 原因就在于林苗爆出对方曾三次家暴怀孕的自己 屡教不改 被刘周成拳打脚踢导致流产 两人也因此一刀两断 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 离婚后的刘周成十分后悔 他采取各种行动 拼命挽回林苗 在刘周成的保证下 态度强硬的林苗也逐渐松动 两人重修就好 没想到家暴事件再次上演 林苗又怀孕了 怀孕一个月时 刘周成再次酿成大祸 又对其进行了一番拳打脚踢 等到刘周成冷静下来以后 他开始不断后悔 企图用狂山自己巴掌来赎罪 可这样只会把人越推越远 受到二次伤害的林苗不再留恋 转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但刘周成仿佛找到了流量秘密一样 他开始频繁玩梗 在网上发布一些自己拳击的视频 刘周成的工作室也加入了玩梗队伍 开始拿拳炒作营销 最让网友不理解的是 刘周成的新女友竟然也乐此不疲地开始玩梗 还称自己是新沙袋 只能说爱人先爱己 如果刘周成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将无法重回大众视野 不无 马景涛打跑五任女友 距离是咆哮地 距外是家暴男 不少人调侃马景涛是入戏太深 殊不知 马景涛喜欢拿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毛病 还有归结于自己的家庭 马富是个脾气火爆的警察 他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原则 常常对着做错事的马景涛就是一顿暴打 不仅如此 在他脾气上头时 就连马景涛的母亲也不能幸免 经常受到一顿拳打脚踢 被打得满身瘀青 童年的遭遇在马景涛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这也注定了他后半生的不幸 和女友马势力交往时 马景涛再也无法压抑自己心中的情绪 都是年轻人 两人又时常发生争吵 等马景涛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的手已经打向了倒地不起的马势力 马势力无法忍受男友隔三差五的暴行 有时是被打倒在街边 有时是被打得一片淤青 后来马景涛又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任女友郑银秋 但由于马景涛的酒后伤人严重 还曾把他打到住进医院 郑银秋最终也选择离开了他 两任女友接连离开 似乎更打击到了马景涛 即使是这样 他依旧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一部电视剧《雪科》让马景涛的名声大噪 就在这时 他也迎来了自己爱情的新春 马景涛长着一张英俊的面容 又会哄小姑娘开心 没过多久 唐韵就对着这位温文尔雅的男人芳心暗许 嫁给马景涛后 唐韵更是专心做起了家庭主妇 为丈夫洗手做羹汤 可惜这样甜蜜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 唐韵便坚持不下去了 刚开始时 新婚燕耳 马景涛还会经常回家 使劲久了 他开始发现 马景涛变了 不仅和外边的女人飞文船的火热 就连孩子出生那天 他也没有到场 就这样 唐韵守了三年火寡 和唐韵离婚后 马景涛一度陷入一蹶不振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 田丽出现了 他陪在马景涛身边精心照料着 即使如此 田丽也终究没有逃脱被家暴的命运 某次 两人发生口角 马景涛抡起板凳就要砸他 这一次 再也没有任何人站在马景涛身后了 几个女友纷纷站出来实锤他的家暴恶行 也许是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许是他慌了神 马景涛开始向大众道歉 不过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一次次的家暴丑闻 让他在观众心中积累的好感尽数败光 从声明显赫的大明星 到如今无数人避之不及的家暴男 归根结底 还是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如果凡事都要依靠情绪解决问题 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 沦为被情绪支配的奴隶 结论 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其中的渣男明星数不胜数 身为明星 享受着208万日新的高额待遇 却干出家暴 耍流氓的种种行为 实在令人不齿 想要进化网络环境 明星更应该在这一环节付诸行动 为大众树立一个良好的品德形象 而且追星的本质意义 也是获取情绪价值和精神寄托 比起明星本身 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些优秀的作品 至于其他一些别的东西 看看就行 各位看官还是擦亮眼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